自从主持冒陈佩斯合作 把小品这种艺术形式搬上春晚的舞台之后 小品这朵艺术之奇葩悄然从祖国大地盛开 二十多年的时间离小品愈演愈烈 风头甚至隐约盖过了传承了上百年的相声 直至德云社的兴起 在郭德纲 于谦和岳云鹏的努力下 这两种喜剧形式才渐渐呈现出打平的趋势 虽然小品起于朱石茂和陈佩斯 但是让群众更加耳熟能详的则是赵本山老师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 陈佩斯 朱石茂 赵本山 赵立荣 潘长江等艺术家 塑造了无数经典喜剧 形象和百看不厌的小品作品 吃面条 卖拐 主角与配角 小崔说是 昨天今天明天 看见这些经典作品的名字 你是否就会想起一幕幕的经典桥段 虽然这些人正在渐渐老去 但是他们的影视作品 所创造的欢声笑语 却会千百年的传递下去 这些老艺术家们大多都已退隐 但他们精心准备的桥段 可认真 再搞笑的身影却留在舞台 他们的传承者们是否能既往开来 能将这门艺术发扬光大 小沈阳 宋小宝 大橙子 杨树林 文宗等人 在赵本山的悉心栽培下 在喜剧这个舞台上表现得很出词 不差钱 没毛病 海艳乐 你可尝点心吧 等台词 瞬间蜂蜜网络和江湖 小沈阳 宋小宝等人迅速窜红 人气也疯涨到一个空前绝厚的高度 他们的写剧作品很精彩 常常使人捧腹大笑 他们不拘一格的表演方式 正是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一成不变的表演方式 已经渐渐成了他们的包袱 一成不变的台词风格 一成不变神态动作 一成不变的人物性格 已经渐渐让观众们感到疲劳 已经不能让观众感觉到新奇 没有新奇的小品 还能继续让人沉溺其中 很富大笑吗 不能 赵本山老师的弟子们似乎 都陷入到这个泥潭里 小沈龙 周云鹏更是如此 居然把一万年前的段子 带到观众眼前 这里不否认他们的表演 天赋和舞台经验 但是越来越没有创新的桥转 一直在挑战观众们笑点的底线 不过还好小品不是后继无人 许军聪 张小飞 沈腾 贾龙等人的出现 依然顶了喜剧界的半边天 在这门艺术里 小编最欣赏的就是沈腾和贾冰 沈腾自不必多说 上了多年的多年的春暗 小品服不服 迎合当时的热门话题 虽然是喜剧 但是依然考虑着社会的良心 小品今天的幸福 展现现代家庭温暖 为观众心间增加一抹暖羊 小品 投其所好 暗访官场潜规则 结实不良风气 打脸腐败分子和社会蛀虫 沈腾团队敢于创新 迎合社会话题 勇气可嘉 再说嘉宾 他演过的角色也不少 从底层的外卖小哥 到公司企业的大老板 他能适应各类角色 MING PA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